北极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 但是对于俄罗斯对于美国这些国家来说的话 看重北极加强对北极地争的包括组建北极舰队 在北极相关的岛屿组建基地 已经成了这些国家既定的方针或者是重大的战略 因为从两方面考虑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的用心良苦 第一个就是从地缘政治 特别是从资源方面来看的话 北极地区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和一些稀有的金属 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的话 它是支撑其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能源或者资源的来源地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是安全方面的考虑 因为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呢 美俄之间拼战略打击能力 主要还是在北极地区 也就是说通过北极地区向对方发射弹道导弹 应该是最有效的或者是时间最短的这样一个发射路径 所以那么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包括美国在内也建立起包括北美防空司令部这样一些防御体系 所以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地区已经成为大国争夺的主要地区 另外一方面从安全角度来说的话 加强在这个地区的军力部署对对方构成一定的战略威慑 同样也是俄罗斯普京总统的一个重要的考虑 那么我个人感觉呢 北极地区随着它冰盖的这种消融呢 应该会引发一轮又一轮的激烈的竞争 现在俄罗斯呢 想采取先发制人先入为主的这种政策呢 我觉得肯定会激起其他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这些国家的反对或者反应 所以未来来说的话北极地区争夺呢 将会日趋激烈 那么最终结果呢 我相信还是要看各国自身的实力 那美国现在来说的话远远落后于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呢 现在采取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呢 应该说会对于北极地区争夺呢 抢先占领主导地位 但是呢美国呢和其他国家呢也会紧随其后 那么北极地区呢 我相信将不会再使人们和平共处 人类社会共享的这样一块干净的土地